盼望着能在6月初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与中国防长见一面的美国 在5月底的某一天夜里遭到了中方的拒绝 然而被拒绝的美国政府依旧不依不饶 企图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身上 甚至还表示遗憾 只不过美国的遗憾是在演给谁看呢 大家好 我是郭彦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香格里拉对话会 召开在即 我方明确的告诉了美国 中美防长不会在香会上进行会晤 然而中方为什么拒绝美国的会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众所周知 我们的新一任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名字 自2018年以来至今仍躺在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中 原因是李尚福在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 曾进口俄罗斯武器 所以遭到了美国制裁 即便5年过去了 李尚福成为了我们的国防部长 但美国政府依旧嘴硬着不肯解除制裁 二是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然窜台过后 我们就对美国实施了反制措施 其中有两条就是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以及取消两国国防工作会晤 同样的我们的反制措施目前也还没有取消 主要原因是遭到中方反制的美国政府直到今天 也没意识到自身的错误 反而还变本加厉 加大对台军售力度配合蔡英文的过境闹剧 美国既然不知悔改 那也别怪我们不撤销反制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中方拒绝了与美国防长的会面 但这也只是在遵循我们的反制措施 想要解除中方的反制 那美国得先有所行动 然而深知中方为什么不愿意与美国防长会面的拜登政府 却想要在国际社会面前将中美防长无法进行会晤的原因 归咎于中方身上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两军讨论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辞则更是有趣 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中美防长之间无法举行会晤仪式深改遗憾 紧接着布林肯强调 与中方保持定期和开放的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中美之间没有沟通是最危险的 布林肯这话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似乎在前阵子 美国还在将舆论重点放在炒作布林肯访华仪式时 布林肯就表达过类似的言论了 现在看来 美国炒作中方不愿意沟通的舆论重点 已经从布林肯迟迟无法访华仪式上 转移到了中美防长 无法进行沟通仪式上 无法跟中方对话成为了布林肯的遗憾 然而布林肯的遗憾是在演给谁看呢 要知道就在几天之前 布林肯还攒低解铁地表示 美国政府目前没有解除对李尚福防长制裁的想法 由此可见 布林肯的这种遗憾也就是做做样子 根本没有什么诚意 也不是真心的 这种遗憾最多就是为了在舆论方面向我们施压 在外界面前塑造一个美国很渴望交流 但得不到中方回应的形象 一般来说 中美关系出现危机时 往往先中断的正是军事上的联系 而等到中美关系走出危机后 才会在军事层面恢复联系 因此中方现在还不愿意与美国防长见面 也就说明了我们认为 现在仍不是恢复关系的好时机 美国政府没有让我们看到 可以恢复联系的态度 只不过 虽然我们没有同意中美两国防长会面 也迟迟没有理会布林肯的访华请求 但其实我们也从来没有刻意拒绝过 与美国各方进行交流接触 中美之间还是保留着一些沟通渠道 就好比前阵子 我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前往美国 分别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会谈 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也来到了中国 并且与中方三大部长 外交部长 工信部部长 以及商务部部长进行了会面 由此可见 我们是在就事论事 并没有一股脑的切断与美国各方的沟通 因此也就不存在 美国政府三番两次炒作的中国拒绝沟通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中方会呈现出两种差别如此大的态度呢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我们知道跟布林肯或者是美国房长 已经没什么好谈的 但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一样 中美贸易体量之大 合作领域之深 互补性极强 这是赤裸裸的现实 即便美国政府多么想要打压中美之间的正常贸易 鼓吹脱钩 但这也不是美国政府能够单方面左右的事情 因此在对美政策上 我们是很明确的 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不能丢 但一些没必要的对话也不用谈 在针对美国不但炒作中美房长无法会晤一事时 我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已经明确回应了 中美之间的对话不能没有原则 沟通也不能没有底线 因此布林肯要是正为中美房长无法进行对话 感到遗憾的话 那先做个有原则的人再说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